主陪玫瑰人聊了许久 这天都快暗了 嗯 是啊 这入冬了 天黑的就是早 是啊 幸好我们从园子里走 接大哥也能快一些 什么声音 主儿 有人落水了 怎么办啊 你赶紧去救啊 喳 你再往前照照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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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连薪 小心点儿 连薪 快把水拍出来 出来了 连薪 贤妃娘娘 你能说话就好了 主儿 奴才 奴才剧情太一 你糊涂啊 这儿离养性斋最近 这个时候不会有什么人过去 你去生活考着 快去 这儿 使之 你去尚书房接永皇 这事跟谁都不要提 是 索心 来 三宝 你去镜棚守着 喳 你去给连薪 找一套替换的衣服 是 怎么会去寻死 奴婢不是寻死 是 失足 奴婢只是失足 世俗落水的人会叫救命 你却无声无息 宫女自枪是重罪 也会连累家人 你还有丈夫王清呢 要是我死了 能多少王清一起下地狱 我一定会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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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被配给王清那天起 我的日子就晚了 白天是皇后跟剑德脸的大宫女 是副总管太监的七方 看着有脸面 看着有脸面 可是 背后却不知道 怎么被人编白金风 你 阿若说的话 本宫替他向人谢罪 他也受了教训 再也不敢了 毕竟有我夜里受的罪 这些根本都不算什么 一趟夜里 王清那简直不是人 那是秦盛 他打的 他气质打我 他吊我 他吊扎我 百般羞辱我 他这般对你 为何要向皇后娘娘求娶你 因为他需要一个女人 一个白天可以给他体面 晚上可以认他折磨的女人 清妃娘娘 这样的日子 你知道我日子本熬过来的吗 你为何不禀告皇后娘娘 没用的 皇后娘娘把我嫁给王亲 就是为了探知皇上的心意 给自己保障 因为二二个铺路 为了让我保安听话 是皇后母家的人 在照顾我姑孩的弟弟妹妹 如果皇后娘娘知道 我和王亲是这般相处 他怎样和王亲死活脸 穿上未婚救我 为一个奴婢算什么 他根本不会把我 我实在活不下去了 不能自强 十足落水都可以吧 我一死 谁也不能为难我弟弟妹妹了 可是连心 王亲 您要是一死 皇后母家觉得你家人无用 或许就不会再照管了 王亲要是恼羞沉怒 也未必会放了你的家人 我只是一个宫女 能有什么办法 本宫帮你 本宫帮你 奴婢多谢贤妃娘娘 只是 凡事都要等个时机 你且忍着跟往常一样过日子 等时机到了 实行自然就成了 多谢贤妃娘娘 奴婢若动拖到苦海 一定拿性命报答 主儿 奴婢特地挑了一件 和连心姑娘兼致 穿着相似的衣裳 换上干净衣服 跟没事人一样 回长城工去 奴婢多谢贤妃娘娘